錄影的按鈕 我現在按下去 應該就開始了 有 它有開始錄影 老師用的是MAC對不對 對 我用MAC 就我所知道 MAC的話就是當這個整個會議 關掉之後 它就會存成一個錄影檔 並且開啟錄影的位置 錄影檔的位置 OK 好 了解 那這樣我應該蠻熟的 因為那個iTune的錄影也是類似 好 了解 OK 那就開始吧 反正時間到了 老師 要不要再等多一點人 因為我現在人是在辦公室外 等下我怕回辦公室 就變得只能聽了 也就不太能說了 好 了解 要不要看多一點人 可是我不確定會不會有別人 因為今天我這樣發 我也沒看到有多少人回應 是喔 對 了解 沒有關係 我就當做螢幕錄影好了 不好意思 謝謝 那沒關係 如果你回辦公室你就聽就好了 你就不用講 沒關係 OK OK 謝謝 OK 那就這樣 反正我就 可能不會講那麼久啦 可能半小時就會差不多了 甚至20分鐘 我就當錄影 就這樣子試 因為這個功能我也沒試過 我也覺得 其實是蠻不錯的 好 那就這樣 那我就直接開始好了 我先關個門 免得被打擾 好 好 那我就試各樣的方式喔 那我現在 我設一個共享螢幕好了 因為這樣子對 我要講東西會比較方便 那我來試試看共享螢幕 共享螢幕應該就是會顯示老師的 對對對 就好像我講課那樣 我就把這次的 廈門之旅給記錄一下 OK 那我開始 好 那我開始共享螢幕 好 OK 你現在有辦法看到我的共享螢幕嗎 可以 老師 可以喔 所以你有看到我的Facebook的畫面嗎 有 我看到老師的Facebook畫面 然後老師的頭像出現在右下角 出現在右下角 好 那很好 OK 那這樣子就完全Walk 好 那我就稍微分享一下 我去廈門的這個部分 那 因為 我大概是 14號 14號去廈門了 然後呢 那 14號去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 其實 我跟那個 我的 一個學生 還有 學生的爸爸 三個人一起去 然後 去了之後 因為那個學生 大概 我去廈門的前兩天 他來找我 然後呢 聊了很多有關於 有關於那個大陸的事情 那我突然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去看一看 否則的話 我 我對 大陸的狀況都完全脫節的話 我覺得 他們現在的發展非常非常快 那 那我覺得 如果沒有看的話 對我 我 對這一個領域 和對 中國的狀況 有 理解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就決定去了 那 我們的社團裡面有 我有PO這個訊息 在 就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 我去上的那個社團 我有PO了這個訊息 等一下 我突然 要找一下 社團 在哪裡 對 OK 我有PO了這個訊息 那 本來我也打算寫成一個 一個 文章 不過現在有錄影的話 那更好就 就省掉了 比較不用寫了 那 OK 那 我應該有PO在 這裡 這大概是我 我這次去廈門裡 的一個 我覺得 還蠻多收穫的 那第一個是 我有 我去的時候 我的 有個網友 去之前就有個網友 那他幫我介紹了一個 廈門的朋友 是大陸人 然後呢 我這兩天在那邊 其實他幫助我很多 他開車帶我到處去 那我看到了不少東西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像這個畫面 那這是一台腳踏車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腳踏車 這裡 他是鎖上的 那 如果你用手機 對著這個腳踏車 然後操作一下 換了他的APP之後 操作一下 那 他會把這個腳踏車給解鎖 那解鎖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腳踏車騎走了 那他們因為有微信支付 還有支付寶這些東西 所以他 你一旦解鎖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自動扣錢 那有一些腳踏車 他是 半小時要付一塊錢 有一些腳踏車 他是一整天才付一塊錢 跟公司不一樣有關係 那這就變得很方便了 就像我們在那個 我之前一直搞不懂 物聯網到底要幹嘛 物聯網有什麼用 但是以這個例子而言 我就覺得 這就是物聯網 在台灣我們的物聯網 對物聯網的感覺是 好像是一個口號 可是在這邊 我覺得他完全不是口號 他就是一個很實際的東西 在這裡 您那邊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和腳踏車嗎 是 老師 我可以 可以喔 OK 好 老師 關於這個腳踏車 我前陣子 差不多是去年12月左右 有去參加台北的 智慧城市辦公室 然後他有展示一個叫做 WEMO的摩托車 啊 台灣的 了解 WEMO WEMO 對然後 像他有 也是針對 就是手機可以 用雲磚的方式 去把這個 停在各處的 WEMO的摩托車 然後就是直接做解鎖 然後裡面有兩個安全帽 然後裡面有兩個安全帽 剛剛只有三個摩托車 了解 那 好像有點差 OK 不好意思 那個應該是有剛剛 加入的朋友 他預設麥克風是打開的 OKOK 如果有干擾到的話 可能就是要請 就是幫忙把那個麥克風關掉 然後要說話 再把麥克風打開 就不會干擾了 了解 了解 那就請如果有 有剛加入的朋友 聽到雜音 可能是你的麥克風 稍微調一下 好 可以先關掉 要發話的時候再發就好了 好 那我就繼續 好 那這是第一個我覺得還 蠻有趣的東西 那你看這裡其實也有那個腳踏車 其實有很多家公司 它它輪子的顏色不一樣 那每一家可能ADP灌的也是不一樣 那 它在廈門幾乎到處都是 你在路邊隨時就看到這樣的腳踏車 可是廈門其實它市政府原本就有 就有規劃了這種類似我們台北的U-bike那種東西 那那種是有停車位要鎖上的 那可是有了這個民間的進來之後呢 就變成是 變成是它這個沒有規劃停車位 所以它變成是到處都可以騎到處都可以放 那這是它的方便性 但是相對的就是 就是它們停的時候可能就是停在樹下 或停在路邊 然後盡量不要去擋到人 就這樣而已 所以當然就會造成那個路上感覺就好像比較混亂一點 那這是第一個我看到覺得蠻有趣的事情 那當然在這之前我其實都看到了像支付寶 或者微信支付那種付款方式 那幾乎每一個小店啊 甚至路邊攤啊 它們都是在攤子或店的旁邊 就是貼一張二維條碼 然後你手機一掃 然後就可以開始付款 那通常它們的做法是 掃完之後你使用者輸入 輸入到底是要付幾塊 然後送出之後就已經付了 而這裡我還沒去之前我就想不通一點 就是那對方他到底怎麼知道你是到底付了幾塊 那其實後來就發現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對方也有手機 那他的手機呢 你付完之後他手機上就會顯示幾塊 那這樣就解決了雙方之間的認證問題 那再來 在支付寶的使用狀況下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些 有一些小漏洞 不過現在應該比較少了 因為有一些店呢 它會 怎麼講 它的二維條碼如果被別人偷貼 偷貼了之後變成錢就付到別人的帳戶裡面 那這是之前常常發生的一些 一些小BUG 那後來大家使用習慣了之後 就會去看那個到底有沒有錢進來 那這件事情就比較少發生了 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是我看到這種櫃子 那這個櫃子呢 是 是 通常放在住宅區的樓下 可能是室內也可能是室外 那這種櫃子它是 是 怎麼講 它取代了我們的7-11的那種 貨到付款的功能 它變成是 你譬如說在 淘寶或是 商店上面訂貨 那他們現在快遞很發達 然後呢 那快遞就幫你送到這種櫃子裡面 那 你就 就 要取貨的 它會發發訊息給你發 我不確定可能是 是 它那個APP的訊息 那發給你之後 你就去 這個櫃子 然後用你的手機 用那個APP 然後把它 解鎖櫃子 那有你貨物的那個櫃子呢 它就會打開 打開之後你把貨取走 然後再把櫃子關上 那整個程序就做完了 那他們的 廈門現在其實 給我的感覺就是像 金門旁邊的一個台北市 幾乎是這樣 那在我10年前去廈門的時候 我2007年去過廈門 它現在已經2017年 整整10年了 那這10年來 我覺得他們的改變真的是很大 我那時候去廈門的時候 他們還 還怎麼講 就是 開始有一些小百貨公司 那可能前面也裝潢的還不錯 可是一到後面的廁所 你就會發現 哇這是原始世界吧 那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他們那時候的 即使是非常漂亮的百貨公司 轉到廁所都不行 那更不要說那個路邊攤呢 或者是那個一般的 小店 一般的小店那時候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糟 就在台灣是完全不能想像的 因為他們的店 很可能是 就是木造房子啊 然後呢你 走到樓上去 然後那個 你如果 你還不能站起來 因為你站起來就頂到 那個天花板 所以你必須要低頭才能進去吃麵 那一切都非常的簡陋 那現在這次去就完全不一樣了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台北市 那只是他們目前他們的地下鐵 也就是捷運還沒好 那他們目前捷運正在施工 所以他們目前的主要交通工具呢 是 汽車 然後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BRT BRT就是 它上面會跑公車 但是那個公車是 沒有紅綠燈的 然後 然後 然後整個 整個站都很像捷運站這樣子 那沒有紅綠燈 所以它開起來也蠻快的 那它是高架 架在上面 那這部分是 我這次看到的一些 有關於設施啊 有關於 他們的手機應用啊之類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知道 我剛剛所沒介紹的 像其他的事情 你覺得 有好奇的 是說廈門的其他事務嗎 對對對 因為剛好 剛好 我沒有去過廈門 所以 才知道有什麼其他的事務 那有去過大陸嗎 之前有去過 可是是好久之前 好像也是 六七年前吧 在上海 因為那時候是碩士班 然後去那邊報了 哦 了解 六七年前 那差異應該也就 還是很大 他們的主要發展 好像都是在這五年之內完成的 對 對 對 所以他們這五年真的是 改變得非常非常大 因為我十年前去那個是完全完全 差異太大了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出 說有一天它會變成這樣子 那光是房地產 這十年來恐怕已經翻了十倍以上 所以 那個差異真的蠻大 我現在看到線上有兩位朋友 另外有一位是960550 那如果你要發言就直接發言 OK OK 那我就繼續 剩下的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剩下的可能就跟那個 應用比較沒有關係 那這次我去的時候 其實 有一個 沒弄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去那邊要辦台報證 可是因為我的學生他是 他是 我跟他碰面之後兩天就要去 我那時候還沒有去辦那個 長期的台報證 那我去了 去的時候就 就變成要辦臨時的台報證 那我辦了臨時台報證 我以為進去之後我還是可以辦 手機門號 他沒想到是不行的 所以結果這次我手機門號就沒辦下來 那於是我就沒有辦法 就是很深入的體會他們的那種網路環境之類的 那不過人的環境我這次倒是體會了還蠻多的 有一個網友他幫我介紹了一個朋友 是高先生 然後他就很熱心然後帶我到處去 那 他們 他們現在的 他們本來就有一些 有一些環境其實我覺得還不錯的 比如說他們的天橋 是你可以牽著腳踏車上去的 他們每一個天橋幾乎都有斜坡 那那個斜坡就是讓你的腳踏車可以這樣子牽著上去 那這個在10年前就有了 那 但是我這次去的時候看到唯一剩下的 我還認識的東西大概就只剩那個天橋了 其他的東西我全部都不認識 因為全部都是10年前沒有的 那 有一些文化上的部分呢是 厦門其實在49年之後才跟金門分開 所以其實 其實他跟金門的那種 同質性是蠻強的 那我自己在金門其實已經待了十幾年了 也很習慣 那其實口音上面 都是一樣的 那 所以如果你聽得習慣金門的閩南語 那廈門的閩南語也絕對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 我覺得廈門其實是一個非常適合台灣人 去那邊不管你是工作啊或者是旅遊 都是會覺得算是般親切的一個地方 了解 另外我跟高先生其實有談到一些蠻比較深入的問題 那包含他們的技術環境 這幾年的發展 然後網路上面的創業 甚至教育環境 然後還有文化方面的東西 那這個如果待會有興趣 或許我們可以再分享 那另外是我當然也去他們街上啊 到處走一走看一看 那發現說 他們每一區規劃的都還算蠻不錯的 然後他們現在幾乎到處都是百貨公司 然後到處都是 都是連鎖店 那像 之前我們會覺得說他們的店面好像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整齊乾淨 但是這次去就是意外的發現非常的整齊乾淨 而且他們連那種賣饅頭賣包子的都有連鎖店 而且做得非常乾淨 那這一點倒是我這次也是很驚訝 那另外第二天的時候我去那邊我們看 因為我是跟學生去的 那那個學生是學中醫的 那他就特別想要看這個中醫的環境 那結果我們看了超多的診所 我發現大唯一意外就是 如果有人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而且你想在從事這方面的創業的話 現在廈門很可能是全中國最適合做這部分的 那他們的應該不是說最適合是競爭最激烈 他們現在因為醫保的關係所以他們整個 整個醫療產業正在一個大火拼的狀況 那各自各樣的投資 你會感覺到他們的中醫中醫市場就好像 背後似乎有一些天使基金之類的進駐 然後他們弄了很大的醫院 但是現在卻是幾乎是沒有客戶上門 但是他們搶醫生搶的非常嚴重 然後一個很大的醫院 可能規劃可以有50個醫生進駐 但是目前可能我們看到的就只有 只有大概不到5個醫生進駐而已 那他這方面勢必還會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改變吧 那醫保或許會是會是 會是搭入接下來一波非常大的改變 那有沒有希望再多了解一些其他方面的 可以稍微提出來 我如果知道我就盡量來分享給大家 然後請問一下 醫保剛好就說5個人是指說引進門來說 然後50個人是指下門來說對不對 嗯不是我是說他們蓋的醫院是可以容納50個醫生在裡面同時看診 但是呢目前卻只有不到5個醫生在看診 他的那個房間都規劃好了 大概有50間的診療室 但是卻只有5個醫生左右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就是 之後會有差不多 這樣算下來就是45位醫生 等待就是可以進入進去 對對對 那因為中醫他跟西醫比較不一樣 中醫是一個人一個房間 所以只要算房間數就知道他可以容納多少醫生 對 對 目前看到的就是進駐比例超低的 那我那個學生是學中醫的嘛 所以他可能之後他畢業之後就可能會留在那邊職業 所以我們就特別去看這個 然後我跟他討論的時候我就發現說 其實這裡我們想想像醫療方面我們想想其實應該沒什麼電腦可以發揮的地方 可是後來我們討論的結果是電腦可以發揮的很大 空間很大 而且目前是很真空的狀態 那他們那天 第一天的時候我去 因為我跟那個高先生碰面 我跟高先生碰面的時候他們就去跟廈門的一個算是中醫的頭頭碰面 那所以他們在講到的時候就發現說中醫裡面其實缺少了電腦系統 像手機APP網站之類的東西其實他們現在都非常非常缺 是宿訂後端的運算 或者是所謂的運算宿訂他們也比較沒有這樣的服務 對 那他們也已經開始有一些專門做中醫的網站之類的 已經有一點服務了 可是我覺得那些服務是比較簡易的 而且還沒有辦法整合進去 就是單純像他們有一些中醫服務就只是全文檢索 然後可以查關鍵字就這樣而已 可是其實如果照我那個學生我跟他聊了之後 我發現說其實中醫的要做到自動診斷系統其實並不是非常非常難 因為中醫其實我們感覺好像是很沒有體系 事實上以他跟我介紹我發現中醫的那種症狀和診斷和那個推論 其實那個邏輯已經算蠻嚴密的 所以如果要做成知識庫來做推論的話其實應該是可行的 所以我跟他看到這邊之後我就覺得在那種非常專門的領域 其實電腦手機這些還是大有可為 在想像這種診斷是不是可能還要搭配 比如像AI啊或者是大數據 當數量供應的時候才有辦法做下一步的診斷 也許這可能書定會有就是這部分領域的專才可以幫忙 書定就是可行的通的趨勢 我看到的是這樣我覺得一開始就用AI其實反而是倒過來 我會覺得一開始其實是你不用做太多AI 然後你先把幾本書先放上去 那以他們中醫而言現在最重要的四本書 就是所謂的中醫的那種四大經典 那只要把那四本書都弄上去應該就差不多完成了很大的很重要的一步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書是《傷寒雜病論》 那目前我就我回來 因為我正在做一個東西是這個bookdown 這個bookdown是本來是拿來做我自己的網站 然後我稍微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那這是我的網站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看過我的網站 那基本上就是我可以在上面寫書啊 各式各樣的書 然後很容易就可以寫上去 那一開始原本是我自己用 但是我這次之所以對創業有興趣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想把這樣的平台直接推出去到上限給大家一起用 而不是只有我自己用 那我這邊稍微操作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是繁體 那我如果選簡體它就全部都變簡體 那這件事情是絕對很簡單大家應該都知道怎麼做 那可是呢 如果我選英文 它就全部變英文了 這件事情各位可能就會覺得 為什麼可以喔 其實這個不叫人工智慧 這叫工人智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再先切回中文 這個東西是我如果這樣寫 你會看到我有寫說OK CCChain等於成中成 所以其實它是用人工的方式去把那個翻譯做出來 那我在看這個例子 我們在看它的內容 我們選編輯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之所以是有英文和中文的對照 是因為其實我寫了兩個版本 一版是中文版 另外一版是英文版 那我用所謂的標記來把它區分開 那這樣子就得到了 當我選擇英文模式的時候 它會顯示這一段的呈現 那我選擇中文模式的時候 它呈現的就是另外下面這一段 那這是我目前的做法 其實它沒有用到什麼機器翻譯 很高深的機器翻譯去做完這件事情 反而是用了一個手動的方式去解決掉這樣的問題 那我覺得在中醫領域也是很類似 就是我覺得這種手法 那中醫其實你目前暫時不需要用太高深的人工智慧 其實你就可以處理掉很多事情 而且可以做得還不錯 了解老師 那我想應該就是先把那四本機點書 會進去之後 然後如果之後有什麼 比較需要人為經驗的 再打進去 然後再做調整 等到數據大的時候是不是就做 那後續有比較的大數據的 或AI都輸掉 一定是要先有基礎的 就是四本書 對 做出貨的轉這樣 對 目前我的想法也是這樣 那 我打算就是把 傷含雜病論先見到我的 這一個不當系統裡面 那 那 有一些地方可能資源的還不夠好的地方 讓我再去加那個程式功能 譬如說如果我要讓它能夠做自動診斷系統 那其實我就得讓我的這個系統裡面 可以加上一點點的自動推論功能 那這樣就可以把那個 傷含雜病論裡面的病症跟它的 它的最後的 就是藥方之間 做一個比較好的推理關係做出來 那而不是單純只有 關鍵字的檢索而已 不過我想第一步還是先做到關鍵字檢索 那之後再來做那種就是 比較偏向的推論部分的 了解 OK 那這是關於中醫的部分 那還有沒有其他方面 大家會比較有興趣的 目前 進場這邊是還沒有想到 沒有可能是 那個 上發的關係 想說 就是 現在到底是沒有想到的 OK 沒關係 另外一位朋友是國駿嗎 還是 或許國駿不方便發言是嗎 請問一位是朋友進來 請說 老師我是Frank 喂 是 對 然後就是 我剛才看到老師的那個 訊息 所以剛才加入 還沒有看到很多 還沒有聽到很多東西 OK 歡迎加入 謝謝 謝謝 好 好 然後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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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的雜音或是三星大 一星快速關掉 要發炎的時候再開啟 OK 現在比較好了 剛剛雜音很大 OK 那我再稍微繼續分享一下 其他方面的事情好了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大陸的話 我非常認為說你應該 一定要辦一個長期的台高證 如果你沒有長期台高證 在那邊幾乎你就很難做事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申請 銀行帳戶 你沒有辦法申請支付寶 你沒有辦法申請微信支付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有興趣去 去大陸比較多次的朋友 或者是你要體驗他的網路環境的朋友 那會蠻建議先辦長期的台高證 那我這兩天我也會辦長期台高證大概是 我們這邊的收費是1900 然後你要用照片 護照的銀本 照片和護照的銀本 然後 身份證、銀本 這些就可以去辦 那應該辦的時程大概是 7天到10天會下來 那這部分是有關於台高證的部分 就是你如果要去那邊 比較長去觀察或者是去創業發展的話 所以一定要辦這個東西下來 那他們現在的台高證有卡式的 能辦卡式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卡式的就相當一個 我們的全民健保的那種IC卡 使用上就會方便很多 那另一個是我這次去看了他們的 他們的廈門軟件園區 那廈門軟件園區 在我10年前去的時候 幾乎就是還有一個很小的 然後只有單一個小地區而已 那可是這次去的時候 廈門軟件園區已經發展成 三個園區了 已經到第三園區 那其中兩個園區是在廈門島的島 內 然後第三個園區是在島外 我們直接看Google地圖 或許會比較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廈門跟金門之間的地圖 我把它放大一點 那這是金門 然後我現在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經營一下 那所以我們出發的時候 我們是從水頭碼頭出發的 水頭碼頭大概在這個 水頭碼頭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水頭碼頭 然後我坐船 應該是不知道走哪條路徑 然後我們從這裡出發 一直到五通碼頭上岸 五通碼頭應該在這附近 是這個 這個 五通碼頭 OK 然後上去之後 五通碼頭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所以通常一上去我們就坐計程車 我們坐計程車到廈門的 比較市中心區的位置 那這次我們所住的 住的飯店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也還蠻乾淨的 然後 然後他一天是 150塊左右 然後我們總共有三個人 所以等於是一個人一天才50塊 所以還算蠻便宜的 那150塊 150塊的人民幣 大概就 不到750 現在人民幣的匯率 還不到5塊 所以其實不到700 那到了我們這裡 我們大概住的 是在這個 這個附近 這個附近 那他旁邊其實銀行也很多 那這次我們有去這個 SM商場 那這是一個算是他們 每一個地區都有很多的 類似百貨公司的東西 他們吃飯很多 也會 就是如果是外面工作的時候 那吃飯有時候也會在 百貨公司的商場吃 那如果是在 家裡其實附近也都會有很多吃的 那我們 他的美食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就是 跟我們台灣不太一樣的是 廈門因為它是整個大陸的 各地的人 常常都會汇集到幾個大城市 那包含北京上海那都不用說了 但是廈門其實也還算是 很大的城市了 在廈門算是很繁榮城市 雖然不算第一線 但是也算第二線的城市 可是說真的廈門也不能完全算第二線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樣的區分這個 第一線第二線 可是他們確實是一個發展的很繁榮的城市 那一般人如果去玩的話 會 比如說去古浪雨觀光 古浪雨其實 就是會有一些古蹟之類的 可是我沒有興趣 我就沒去 那 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 日常生活的 手機應用環境 所以我這次就特別請他們 要讓我了解這部分 那大致上也都了解 至少我自己沒辦法 沒辦法手機 那 在這裡 他們廈門也有機場 那它有這種 這種連通道路是直接可以 可以連通到 他們 大陸的內地 那這裡 過去 這邊過去就是海昌區 那這裡就有 有 我還沒去過 但是 基本上它的軟建園區的第三區 應該是在這附近 那至於到底是在哪個位置 可以再查 那廈門的 老師不好意思 這個Breaker有說 就是當地 Breaker有在聊天是有說 因為他們沒有拍客風 就是說 廈門在當地的財商來說 是屬於三線的城市 三線的城市是嗎 是他們自己說的 就是說 他們自己覺得說 廈門算是三線這樣子 好好好 了解 那廈門 對 一方面是從房價 因為其實很容易從 從房價 一些訊息 來來去評斷說 這個城市發展的狀況這樣子 從房價 這個訊息我跟高先生有談到 那他們現在廈門的房價其實也不低 價錢 是低的高的 謝謝 他們現在房價價錢跟台北市差不多 就我知道的啦 應該是說 廈門跟田北島的話 是跟台北市差不多 對 然後 然後 不是到 不是廈門跟田北島 是在就是 其他的地方的話 那跟 一般的田北市 北市那差不多 對對對 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是 那北京現在 上海現在當然都比台北市高很多了 是 是 所以他們到底一線二線三線怎麼區分 我也搞不清楚 對 但是就我的 這次的 感覺是 他們的房價真的已經高到很可怕的程度 一個 對 廈門可以跟台北市的房價差不多 我覺得這是非常意外的事情 對 老師 你問 還有 他們當地的薪資行情嗎 他們的薪資行情是嗎 謝謝 我倒是還比較沒有了解到這部分 但是 在軟件園區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軟一軟二的部分是 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 我那天晚上去大概 光是 軟一軟二比較大的公司 應該就有 三四百家 那 軟三的話 他們還正在發展 所以他們會鼓勵人家去軟三 政府還會補助你 一個月 每個人 每個工程師或每個 職員 一個月大概 一千到兩千人民幣的薪資 可以